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家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近日,中国银行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环表示,在内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香港可以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鄂志环表示,双循环有两层内涵,一是发展内循环经济,扎实内需根据地,二是以高水平的开放推进外循环。 香港自身最大的优势就是国际化,连接内地及海外市场。 他认为,香港可以在双循环中更好地发挥作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平台的作用, 协助中资企业更好地布局和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 我就提出一个观点,就是香港应该成为内地经济双循环的关键节点。 这个关键节点这个概念呢,我是把它展开成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呢,它应该就是说作为中国内地经济整体成长的一个区域的重要节点, 就是说作为大湾区的一个重要的引擎来推动整体的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这是这个重要战略节点的第一个概念。 那第二个概念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关键节点还体现在, 就是说香港呢,在这个金融市场开放方面,可以为内地提供更多的借鉴和这个协助内地资本市场更好的对外开放, 更好的提升资本市场的效率和水平。 俄志环坦言,香港作为一个典型的小规模开放经济体,受到国际市场影响较大, 香港经历了2019年黑豹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的双重影响,经济有所下滑。 但是香港背靠内地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相信未来仍有巨大经济潜力。 俄志环观察道,内地经济过去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现在更多转向内需消费。 同时,内地近期实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都是较积极的,相信香港企业可以找寻到更多商机。 他指出,香港的银行业对内地有积极的借鉴意义,香港长期保持在全球IPO新股集资市场前三位, 香港银行业总资产占GDP的比重全球领先。 他相信对国际投资者来说,香港仍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香港银行业的有效的国际监管对于内地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然后就是说香港在目前这种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 可以加快发展资深的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这样的一个职能, 随着吸引更多的全球资金进入香港市场, 来进一步提升香港金融业的活力和水平。 这些都是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体现。 科创一词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被多次提及, 规划重点提出科创对经济的拉动和引领作用。 遏制环称,香港整体的科创水平可以协助内地在科创引领经济发展方面 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尤其是香港在金融科创方面有较好的发展经验。 如2019年批出八张虚拟银行牌照, 2020年都已陆续开业。 另外,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在进行区块链贸易结算的功能探索, 都对香港的金融科技有积极的作用。 他认为香港下一步应该首先以有效的风险控制为基础, 将数字货币与金融业相应的服务形态有机的结合。 这个虚拟银行的发展, 它对于香港的金融科创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探索。 但是它确实都属于今年刚刚开业, 它在运行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 再逐渐地去探索去解决。 整体来说,它对于改善香港金融业的生态, 来提升香港金融的科技水平, 是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下一步就是我们在探索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这块像央行, 人民银行也在推动电子货币的试点工作。 我想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的枢纽, 在中国的电子货币的发展的过程中, 应该是发挥一个非常积极的探索者的或者探路者这样一个作用。 恶志环最后谈到,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 提升了香港整体经济运行秩序的稳定性, 金融界非常支持。 他看到, 香港2020年第三季度的GDP同比下降幅度已经比前两个季度有所收窄。 如果接下来疫苗可以上市, 疫情得到抑制, 相信香港经济会逐步回暖。